约拿书第四章 约拿对上主这样改变计划大为不满,非常生气,就向上主抱怨说 上主,我离开家门以前不是就说过你会这样做吗? 所以我才逃到他师去的,我知道你是慈悲怜悯的上帝,不轻易发怒,满怀慈爱,你不忍心消灭人。 上主,那现在就杀了我吧,如果我预言的不能实现,那我还不如死了,算了。 上主回答说,你这样生气,对吗? 约拿出了城,在城东搭了一座棚,坐在里面,要看那城将会怎样。 上主上帝让一伙枝叶茂成的植物在那里生长。 他宽大的叶片,很快就伸展到约拿的头上,为他遮挡阳光,约拿觉得舒服多了,就为那伙植物,非常感恩。 然而,上帝又安排了一条虫,第二天黎明,植物的径被那虫咬断,就枯毁了。 太阳升起后,上帝让灼热的东风吹向约拿,烈日照在他的头上,他被晒得发昏,恨不得马上死去,便大哭,死了肯定比这样活着更好。 上帝对约拿说,那植物死了,你就生气,你这样对吗? 约拿反驳说,当然对,我简直气得要死。 上主就说,那棵植物不是你种的,它狠快长大,又狠快死去,你什么也没有做,尝且还懂得爱惜它。 你尼尼尾城中有超过十二万人活在灵性的黑暗雷,还没算上所有的动物,难道我还不应该爱惜这样一座大城吗?